父亲失事后,母亲入狱服刑后,身体健康欠家的李娜长期请假在家养病,不幸的婚姻多病的躯体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此时在他的身边除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再也没有别的亲人 青少年时期一直都是别人在照顾他,如今人到中年突然要面对生活的重压 每当想起今后的路,李娜常常夜不能寐,孩子成了他的唯一的精神寄托 母子俩相依为命,过着孤独平静的生活 对李娜的现状长期担任教员卫市长的李寅乔最为挂念 李寅乔是一位老八路,在教员身边工作多年 他的爱人韩桂欣也是一位老干部,在撤离阳安之后的那段疆苦岁月里 韩桂欣一直在帮教员带孩子,李娜就是在韩桂欣的开养下长大的 他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对李娜的不幸,李寅乔夫妇深表同情 如今孤身一人的李娜,除了要照顾自己的身体,还要照顾未成年的孩子 他的身体实在难以承受,李寅乔夫妇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时常来看望李娜和孩子 李寅乔夫妇认为,李娜应该有一个家庭,上一次婚姻属于莽撞 既然都过去了,就应该往前看 她虽然是个红色公主,但她也是一个正常人,是一个懂感情的女人 她有权在家,有权享受家庭的幸福和温暖 有必要帮她恢复这种应得的生活 李寅乔夫妇进一步想 当年战争年代,教员非常关心属下的婚姻大事 他们两人的结合,就是教员亲自关心促成的 现在教员的女儿婚姻有困难,他们不能不管 就这样,李寅乔夫妇把李娜的婚事当做一件大事 时时刻刻装在心里 有一天,李寅乔家来了一位客人 他就是李寅乔的老朋友,老战友王景清 现任云南某军分区的参谋长 老战友就别重逢,无所不谈 当谈到家庭生活时,王景清陷入了痛苦之中 他的妻子也是一位领导干部 也是一个好人,但性格比较强势 因分房子不如意等问题跟他争吵 最后两个人的感情破裂直至离婚 对战友家庭的不幸,李寅乔给予极大的同情 在宽慰王景清的同时 李寅乔觉得他与李娜很般配 王景清虽五十出头 但因为他身体好 再加上长期的军旅生活 丝毫不缺乏男子汉的阳刚之气 更重要的是,王景清忠厚老实 心胸开阔 离异后他的子女都已经工作 都已经独立生活 王景清比李娜大十来岁 跟李娜的年龄也很般配 李寅乔夫妇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景清 向他介绍了李娜的境况 王景清听后十分满意 但不知道李娜怎么想 李寅乔夫妇又来到李娜家 把王景清向李娜做了详细介绍 李娜听后感觉很合适 当即表示可以见一面 第二天 韩桂新带着王景清来到李娜家 李娜热情地接待了客人 初次的交谈 双方都感到满意 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从此之后 两个人的关系日渐密切 王景清当时还在昆明军区 路途遥远 往返一次不方便 王景清每次来都给李娜 带来了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从此他脸上的抽云 烟消云散 经过几个月的了解和接触 他们俩将大事定了下来 王景清将离休关系 从云南转到北京 这样他们在朝夕乡处互相照顾中 进一步增益了友谊和感情 一年后他们举行了婚礼 婚礼简单朴素 只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 邀请了特别关心他们的几位长辈 领导和朋友 例如叶子龙 李音乔夫妇等 杨尚昆代表中央领导 关心过问李娜的婚事 赠送了精致的被套和糖果 婚后的李娜和王景清 生活美满幸福 婚后不久 李娜带着王景清和孩子 到京郊勤城监狱 看望母亲 母亲见到王景清 问了她的情况 对他们的婚姻表示满意 李娜和王景清的婚姻 得到了许多老同志的赞扬 大家伙都说李娜找了一个好丈夫 2021年王景清逝世 享年94岁 请不吝点赞扬